你相信美食网红的推荐吗 你心目中的美食评论家又是什么样的人呢 我们一百人出去吃饭得付钱 听什么美食评论家是别人付钱请他去吃饭 而且早在50年前就有美食评论家 被请吃一顿60万的大餐 今天就要揭开美食评论家诞生的秘密 哈喽各位富敌 我出新书了 这本书叫做栗子关键词2 美食家与美食评论 是我的上一本书栗子关键词的续集 在这本新书里呢 我试着探讨美食家的养成经过 以及美食家该怎么做评论 如果你对美食很有兴趣 好奇美食家是什么样的人 或者你总是疑惑 美食家怎么到处都是 那你一定要看这本书哦 现在就到我的影片下方 或者美食家选物的官网购买吧 哈喽各位富敌 我是Liz 你想好今天要吃什么了吗 没有灵感的话 拿出手机滑滑短眼影吧 美食网红会推荐给你 一辈子也吃不完的食物 不管是吃爆宜兰礁西 大阪美食一日攻略 或是台北米其林星级的螃蟹饗宴 每天光用眼睛看就饱了 说真的 我们根本不怕没有美食推荐 而是害怕太多美食推荐啊 现在简直满街都是美食评论家 只要你有手机 有嘴巴 舌头没有坏掉 他是说舌头坏掉也没关系哦 谁不能对食物发表意见呢 在IG YT等等社群平台上的网红 推荐美食的影响力 可能比米其林还要强大 甚至不用到网红的程度 每天我们光是看身边的亲朋好友 去哪里吃饭 就已经追踪不完了 你会不会觉得 有点心累 我其实会 因为这是一种众生喧哗 让我很焦躁 到底我该相信谁呢 关于美食 谁才是值得信赖的权威 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 美食评论家 美食评论家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美食评论的制度 又是如何被建立起来的呢 回顾历史上的第一位美食评论家 以西方的观点来说 十之八九会提到法国的美食家祖师爷 生存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 布希亚萨王烂 那他生活的年代 刚好横跨法国大革命前后 那是一个王公贵族目落 新贵的中产阶级崛起的时期 过去被贵族聘雇的家厨 也早在法国大革命开始前 就陆续出来开餐厅 形成新兴的商业街区 这个时候餐馆业开始蓬勃发展 布希亚萨瓦兰是谁呢 他就是告诉我你吃什么 我就知道你是谁 这句名言的发明人 不过萨瓦兰的状况有点特殊 他还在世的时候 不被认为是一位美食家或美食评论家 他也不从事饮食相关行业 出身上流社会的他是一位法官 那么他的美食地位 是如何被奠定的呢 其实他只写了一本书 叫做味觉生理学 而且是在他死前两个月才出版的 那这本书为什么重要呢 因为萨瓦兰基本上建立了美食学 他不是食谱也不是文学小说 他就是谈吃 谈饮宴之乐 谈人的味觉食欲消化 也谈特色菜肴 更谈美食家美食主义 这本书开启了美食评论的先河 即便以当代的眼光来看 也不退流行 就连寿司之神里面出现的 重量级日本美食评论家 山本一博先生 也必须喊萨瓦兰一声先生 还有一位经常被认为 是美食评论家原型的法国人 是葛丽默德拉黑尼耶 跟萨瓦兰同属一个年代 他也不从事饮食行业 也出身上流社会 曾经担任记者 在法国大革命期间 观察到餐馆业蓬勃发展 于是起心动念 创办了一本介绍 于品评餐厅咖啡馆的期刊 叫做老饕年鉴 那老饕年鉴 刊称是餐饮评鉴的烂商 创立于1803年 内容有餐厅食品店的推荐 当季食材以及料理方法 读者来函 饮食新知等等 你不妨把它想象成 200年前的料理台湾 或者food and wine杂志 不过老饕年鉴 因为内容转而攻击 餐饮业者的私生活 而吃上诽谤官司 最终在1812年停刊了 而根据学者的研究 现在几乎所有的美食书写 都能寻现连回 萨瓦兰或黑尼叶 这两人的其中一位 但你应该发现了 不论是萨瓦兰或者黑尼叶 他们都不是以美食评论工作为生 黑尼叶虽然有创办杂志 但他应该不靠这个 因为老饕年鉴停刊后 他还多活了26年 看到这里 你觉得美食评论家 可以靠什么为生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哦 看完19世纪的法国 让我们把镜头转到20世纪的美国 根据我手边的资料 比较明确的 现代美食评论家的起源 又许是1960年代的纽约时报 而我们接下来的故事主角 就是纽约时报的第一位餐厅评论人 克雷格·克莱伯恩 说出来你会吓一跳 在克莱伯恩之前 美国根本没人在意美食评论 我不是在造谣 虽然1960年代以前的美国新闻报纸 也有美食内容 不过刊登饮食的区块叫做女性版 内容不脱食谱 资商问答 家世秘诀等等 读者是女性 编辑也是女性 离不开读者喜欢的好太太形象 例如纽约先驱报的美食编辑 克莉曼丁派德福德 在当时就小有名气 那好太太的平行世界是老涛 而且是男性老涛 他们喜爱去豪华饭店 高级餐厅吃饭 热衷于展现阶级与品味 其中一位代表性人物是 卢修斯必比 纽约先驱报的记者 与国媒杂志的撰稿人 然而比起主厨的厨艺 他似乎更关心客人的身份地位 克莱伯恩是如何透过 纽约时报扭转这一切的呢 克雷格·克莱伯恩 1920年出生于密西西比州 大学念的是新闻 母亲善于烹饪 他也热爱品尝 1949年旅居法国时 大开了美食的眼界 暗自决定要结合 人生挚爱的两件事情 美食与写作 从韩战退役后 克莱伯恩到瑞士念饭店学校 1954年搬到纽约 开始为果媚杂志打工 三年后 他卸购了一生难得的机会 纽约时报的美食编辑开缺了 克莱伯恩因缘际会 与即将离职的编辑搭上线 该名编辑透露 纽约时报面试了所有 会打字也炒过蛋的女性 却无一人可用 管理阶层从来没有想过 会有男性对这份工作有兴趣 克莱伯恩就顺利被录取了 在1957年走马上任 他的工作内容 起初不拖原本女性版的属性 食谱啊 烹饪秘诀 如何分解感恩节烤鸡等等 但他也渐渐写起餐厅 头几年 克莱伯恩的餐厅评论 不是固定单元 到了1962年 他才创立用餐指南这个栏目 但是篇幅很短 还不是真正的餐厅评论 到了1963年 餐厅评论 restaurant review 才确定在每周五刊出 而就在同一年 克莱伯恩建立了心急平等 起初只有三星 合年增为四星 这个制度也屹立至今一甲子 除此之外 克莱伯恩还为自己设下评论餐厅的规则 第一点 不接受赞助或招待 退用全邮报社买单 第二点 必须匿名用餐 第三点 在下判断前 必须至少造访餐厅三次 这些规则后来成为了行业基准 克莱伯恩又是如何建立起 评论美食的权威呢 一个加分点是 他具备瑞士饭店学校的专业知识 可以详细地分析主厨的厨艺 但更重要的是 他把食评放在一根 书评 乐评 艺评 剧评 同等重要的位置 一丝不苟地衡量餐厅的食物 服务 气氛 建立起绅士般的权威感 不恶读 也不惨媚 就事论事 因此赢得了忠实的读者群 不过 位高权重的食评家 克莱伯恩 其实有一个恶名昭彰的事迹 就是 他曾经花4000美元吃一顿饭 而且是50年前的4000美元 相当于现在的新台币60万元 这顿饭到底吃了什么 原来和一场慈善募款活动有关 克莱伯恩用300块美元竞标到一顿 由美国运通买单的两人晚餐 晚餐的地点和金额都任由得标人决定 于是克莱伯恩选择了巴黎的一间小馆 请老板开出他心目中最洋贵的一份菜单 包含了9瓶美酒 以及31道菜 白鲁嘎鱼子酱 贝龙生蠔 布列斯基等等 真修美赚都用上了 整个60年代是克莱伯恩影响力巅峰的时期 他是那一位品味定义者 握有餐厅的生杀大权 然而这也成为压迫他的重担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许多不成眠的夜晚 他在脑中趁着一间餐厅 比起另一间餐厅的新兴价值 忧心着酱汁里的隐藏风味 到底是罗勒还是他认定的迷迭香 沉重的负荷 让他一度在1970年离开纽约时报 而当他在1974年回国担任美食编辑的时候 纽约时报同意他不再碰餐厅评论 不过纽约时报时评 也已经成为美国最重要的餐饮评鉴了 在米其林进军美国之前 纽14颗星就是美国餐饮界的最高荣誉 不知不觉间 美国的报社也都要有一位餐厅评论人 看到这里我们应该可以回答影片前面的提问 就是谁会付钱给美食评论家做评论呢 答案是报社或者说传统媒体 那听到这个答案啊 你应该想擦擦额头上冷汗吧 传统媒体现在活得那么辛苦 这个饭碗能捧下去吗 更何况现在谁认识纽约时报的餐厅评论人啊 那如果最近你问美国人谁是最有名的美食评论家 你得到的答案很有可能是Kiss Lee 他在TikTok上面拥有超过一千五百万名粉丝 这个和纽约时报的餐厅评论人 简直是天平两端的对比 在社群媒体时代 这位Kiss只是在车子里面吃着外带的餐点 对着手机的前镜头讲出他品强的诚实意见 就获得了无与伦比的影响力 他PO出的好评会触发粉丝疯狂排队 曾经让一间濒临倒闭的披萨店 在两天内售出比过去四个月更多的柠檬胡椒鸡翅 而他PO出的坏评呢 则会让餐厅的社群信箱被恐吓讯息塞爆 这种双面刃在美国已经出现一个专有名词来称呼他 叫做The Keith Lee Effect 你觉得Kiss Lee符合你心目中对于美食评论家的印象吗? 对我来说我看到Kiss Lee引起的狂潮是非常震惊的 但也不是不能理解只是说有点无奈 因为传统定义的美食评论家 即便你再怎么经验丰富知识渊博 可能已经不是这个时代需要的角色了 那这一集我们简短回过了美食评论家的历史 也映照出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差异 这后想问问各位foodie 你觉得这个时代的美食评论的公信力是什么? 你是比较信赖传统的美食评论家 因为下判断的过程比较严谨 还是社群时代的网友意见最真实? 还是不论如何你都会相信例子的推荐 有人告诉我吧 最后我还是要打一下书喔 我的新书例子关键词二 美食家与美食评论 有更多关于美食家和美食评论家的养成 今天这集内容也是这本书的精华 如果你想更深入了解的话 请一定要到下面的连结来买我的新书喔 好的 以上就是本节内容 希望你喜欢 最后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Liz的美食家自学之路 开启小铃铛 锁定更多精彩的美食分享与平息 我们就下次见啰 拜拜